假如成绩越差越有钱 我们听说了吧 这次学院发工资要根据成绩发 根据成绩发 那我岂不是可能 这次稿是我特别有把握 绝对是满分 能领多少工资呢 我最起码能几个 肯定也能领不少 各位 想必你们都已经听说了 这次学院给大家发工资 要根据成绩发 听说了听说了 嗶嗶东老师快去发吧 进去 七十分 哇哦不错哟 这是你的工资 一千块 哇塞这么多 谢谢嗶嗶东老师 小五一百分 哇 一百分 嗶嗶东老师 我是不是能领五千块工资啊 小五没有工资 什么 没有 为什么 这次发工资规矩是 成绩越差发得越多 你考了一百分 刀也没有了 哎呀 比比松老师 我考了多少班 唐三零分 鉴于你连续几年都是零分 学院决定给你发一份巨型工资 这张卡里有取不满的钱 就给你了 哇塞 这么爽 那我岂不就是斗罗首富了 太爽了吧 好了别嘚嗖了 等等我魂训练课不上了 大家去学院农田拔藏 啊 为什么 因为农田的国奥分给我了 我一个人干不完 你们去帮帮我 哼 呃 银行吗 我要从卡里取出一千万 买下斗罗学院 然后开除我们的比比东老师 让他以后还敢占我们的课 别呀唐三 你们快去上五红课吧 老公自己去拔疯 点击下方抖牙视频 关注一下呗